胡教授的观点 恕黄某不敢苟同 我记得 胡氏教授适才言道 白话文对比文言文可 山凡就简 更加辩解有效 此非是事实 我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这太太王顾 七家人用白话给你打电报碧云 你的太太死了 快点回来 长达十一个字 若有文言 则仅需七藏速规 四字即可 电报费便可省三分之二 敢问胡教授 是你提倡的白话文精炼呢 还是我们老祖宗 发明的文言文精炼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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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刚才这位黄先生说 用白话文发电报 用字多 花钱多 我不赞成 那是因为黄先生 他不懂得如何正确使用白话文 是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实验 例如 前两天 我教育部的一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份电文 邀我去做行政秘书 我不愿从政 决定无趣 那就此事 我想请黄侃先生 用文言文 帮我写一份拒绝的电文 而我则用白话文写一份电文 两项比较 看哪一个更精炼省钱 大家说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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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的电文 共十二个字 才书学浅 恐难胜任 不堪从命 言简一概 准确 相当准确 好 好 明天来 好 明天来 好 好 明天来 好 明天 好 黄教授刚才用了十二个字 的确非常简练 在座的各位 还有没有比十二个字更少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就公布我用白话文写的电文 干不了 谢谢 完整 好 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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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漂亮 你这电文既无文采更没有礼貌 根本表达不了我那个电文之含义 简直是犹如斯文 我看未必吧 干不了 其中就包含了财书学浅 恐难胜任之意 而我用的谢谢又表达了我对有人 费心推荐我的感谢 其中也暗示了拒绝之意 像这样既省钱又省字又能达意的电文 大家何乐而不用呢 就是啊 由此看出 语言它是否精炼 不在于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差别 在于的是 是否能够恰如其分地选择字词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赞同我的观点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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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当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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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点望族 我们 草原祸众 斯文扫地 善心病狂 恩氏莫及 恩氏莫及啊 唐帝啊 你赶紧写新案 预请政府整租北京大学 撤换蔡元培陈独秀 开除钱玄同胡适 再不整租 这北京大学就会成为 亡国灭种的温床了 是是是 恩氏您坐 莫及 恩氏 走 恩氏 恩氏 您莫及 学生正在准备探劾裁员 配合陈独秀的业案 只是目前 裁了的分量还不够 只是毁灭文化罪 亡国灭种罪啊 恩氏莫及 如果贸然天 恐怕会难以通过 那你说怎么办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把青年人往邪路上带 让这个他们把这个国家毁了不成 恩氏莫及 你 你怎么就会说这一句话呀 恩氏 不是 恩氏啊 办法还是有的 不过 得请您老亲自出山 引蛇出洞 什么意思啊 从目前的情况看啊 北大这帮人 都是一些思想极端激进分子 如果你老亲自出山 点上一把火 把他们惹毛了 那必定他们就会做出 更多出格的事了 这样我们就能够 抓住狐狸的尾巴 温草胜券了 二叔 我觉得咱们策略有误 您总说 陈独秀 蔡元培我们惹不起 可你不惹他 他就欺负你 我看 冤有头 债有主 要反击 还得拿陈独秀这个挑头的开刀 不能怕 什么话 文化之争 堂堂正正 如此瞎作 非事之所为 亏你们瞎得出来 恩氏莫及 恩氏 恩氏 你听着 好 言之有理 陈独秀就是个狂兔 要抓住这个活把子 穷决蒙大 把这帮人的嚣张气案 给他打下去 你就干 我给你财力上的支持 恩氏啊 恩氏 你们别发货 你消消气 恩氏 你说得对 我们要堂堂正正 我们不干了 我们不干了 恩氏 你听我说 咱们不干了 不干了 不干了 恩氏 恩氏 莫及 恩氏 莫及 恩氏 莫及呀 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私德败坏 在流亡日本期间 充当汉奸 鼓吹爱国有罪 卖国光荣 这谁写的 这是谁贴的 这是谁贴的 不管谁写的 这谁贴的 他就让他投赠了 同学们 同学们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陈独秀先生 他也太不堪了吧 我不相信 等别吵啊 别吵啊 吵 说 吵 说 你看 王珍长 先生 看看 这就是你崇拜的新文化棋手 简直就是政治流氓大无赖 黄先生 这些言论还尚未得到证实 您身为北大教授 怎能如此清醒谣言 不加考证还借此蛊惑学生 如此不可调言 朽木不可调言 先生 黄先生 黄先生 你家干什么 你家阻止我们发生吗 别当是你家看的呀 你平时都阻止大家发生 这不该阻止吗 这是胡说八道 是诽谤是污蔑 对 是为你贴的你告诉我 你别却我看人啊 你有什么证据啊 黄先生 你是陈冬秀的走狗吗 陈冬秀我给你多少钱 让你这么护着她 你放屁 你护着她 你护着她 你说什么走狗吗 笑她是什么 不去 走走走 张风仔 你都说你给我等着 你咬我呀 你咬我呀 打架自己成自己的 独人们 你边吃边说 边吃边说 来 我们边吃边开会啊 今天会议主要有两个议程 一是通报一下 新青年的发行情况 二是研究下一期的内容 首先请北京发行的陈妍妍 你通报一下发行情况 好 各位叔叔 今天虽然有面条 但也是工作会议 不是家庭会议 改一下称呼 各位编委 各位编委 我受汪蒙邹经理的委托 向各位汇报 新青年的发行情况 新青年上一期首印一万五千本 扩幼家印三千本 现已全部售完 新青年以上海为发行总部 北京为龙头 代派处遍布全国 数十个城市的数据 新加坡和日本也是有代派处 为促进销售让利于读者 自上期起已将每册两角两分 降为两角一策 并实行多买打折 一元半年 两元一年 自下期起还将下调邮费 国内邮费由三分下调至一分半 日本由三分下调至一分 此外我们出版的新青年核定本 定价为每册四元 现市场已涨到每册六元 这说明新青年已成为 具有收藏需求的敏感 我的汇报完毕 各位编委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建议 严谨 两个建议 第一点呢 希望你们北京发行处 把你们发行的范围再扩大一些 不要总是局限于缺销机关啊 工厂也是个市场 而且工厂里的工人 有很多实字和关心实事 别把他们忽略了 好 然后第二点的建议 我建议您 我希望你们在发行的时候啊 能够多多收集一些 读者的意见和建议 然后提示反馈到中间 好 首长这两个建议非常好 非常重要啊 你们好好乐视 好 各位还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 延年他们做得很好 应该给他们涨工资 发红包 是吧 来来来 这个问题汪汪自我考虑 我在这儿讨论 好好好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没有的话 陈延年 你盛碗面条出去吧 我们研究下一个议题 我这儿有 正好了 没动了 谢谢先生 多好了 拿到蒜 蒜我就不要喝了 拿着 拿着 面拱这个工钱 各位先生再见 再见 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啊 首长最近搜集了一些 我们这次新文化运动的 系列讲座的一些反响 请大家先讲讲 咱们新文化系列讲座 总的来说反响还是挺热烈的 而且可喜的一点是 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众 对咱们的支持率很高 这就说明了咱们的新文化 已经开始普及了 那么负面的反馈呢 主要集中在文字 是否应该取消这个问题上 秦云彤教授 你现在已经成为 重水之地了啊 反对的声音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八十 你便都觉得你这个观点吧 太极端 不可取 看来这个问题 我们确实需要 好好反思一下啊 这个张世钊 严妇都骂人了 就有点严重了 我现在就成为这个 人人喊打的国际老鼠 臭上家了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吧 以后在公开场合 就别再提了 仔细想一想 废除文字这个说法 确实太偏颇了 我同意 好 现在我们就译一下 新青年下一期的内容 下一期的责任编辑也是得前 你先说说 我 我现在不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了 我这个 不 你这个人怎么 受一点挫折 就垂头丧气的 你不要把自己 当成国际老鼠嘛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在探索过程当中 我们确实会有一些 不成熟的地方 但是我们一步一步地修正嘛 这样才能大踏步地往前走啊 责任编辑就是你 说 你就坐吧 行 正好想说 最近啊 咱们编辑部 每天都能收到 十几封像这样 骂姓青年的信 而且是点名道姓批评你们 动手 我和半农研究过这些信 发现啊 是有人花钱故人写的 光骂人不讲道理 不是说这个世上只有皇帝好 就是骂陈独秀是过国殃民的大流氓 我请大家分析分析 这是什么情况 不光是贴了 还有传单 我听是个国庆钢所 北大有个学生叫张芳仔 专门花钱故人贴传单 传单的内容呢 都是公经理 报社的人跟我说 有一个叫张常理的国会议员 花钱故人专门写文章 骂陈独秀和蔡元培 张常理 你说的那个张芳仔 我都知道 他们全都是极其顽固的复古派 我是觉着 复古派的风向转 过去呢 主要是针对世之 现在调转枪头 对准了中府和蔡先生 很有可能这背后是部落局打起 你要说什么 反击 下一期新青年的主题就是反击 现在我向各位征稿 玉才 再贡献一幕小说吧 正写着呢 不过 赶不上下一期啊 鼠长兄 你是斗士 你有何席文 我写一遍 是只你呢 我奉献里面白话诗 怎么样 你那白话诗不给劲 那什么给劲啊 鸳鸯蝴蝶文章给劲 你来两遍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咱们新青年 是思想起我们的杂志 不是骂街打仗的街头小报 那新青年杂志 为什么就不能借鉴半报的形式 是只我看你现在就是坐井观天 少见多怪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小兔子 不要一见面就呛 最近德浅也一直在忙 教育部那个标点符号 规范化的事情 半农 下一期的编辑 你来协助德浅 半农咱们会后好好聊 好 给我扔我们来一头蒜 半农 你脑子快 这一仗咱们怎么打 我刘半农 在他胡适之的眼中 就是个只念过中学的 鸳鸯蝴蝶派的暴人 哪里有什么好主意 正因为你是鸳鸯蝴蝶派暴人 才能想出好主意来 那咱们俩这回演一出双红如何 双红 怎么演 我问你啊 现在京城反对新文化 反对新青年的棋手是谁 棋手 慢点 那少说啊 当然是林书手下 那帮明顽不灵的复古派了 那咱们就以林书为原先 把以他为代表的复古派 攻击新文化的那些谬论 全都集中起来 编成一封读者来信 然后咱们再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 发他一篇长文 对这封读者来信逐一进行批捕 这一问一答的形式 心有活泼 这个肯定能够引起 读者的好奇和兴趣 如无意外的话 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大的争论 刘半冬 我看你改名吧 叫刘半仙 高 你真觉得这个说话能演吗 能演 太能演了 咱们说干就干 我来写读者来信 你写反驳文章怎么样 行啊 我看这个题目啊 就叫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 如何 我看可以 一目了然 不过既是读者来信 得有个署名 署名 叫王静轩 如何 叫什么都行 那我的文章就叫 副王静轩书了 这个王静轩 既然是个副古派 那我的心里 就不用标点符号 我在文中一共提出 八个反对新文化的谬论 怎样 你八个也好 八十个也好 你提几个我反驳去 到时候 我肯定让你这个王静轩 体无完肤 屁股尿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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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前 你这期编得很好啊 王静轩的读者来信 把反对派 对我们新文化运动的 攻击的主要论点 都提出来了 另外那个 本质记者的答复也好 把我们在这些 基本问题上的观点 都讲清楚了 这形式很好 你们开穿了一种新的 体材 另外德浅你很有才啊 你上一期还垂头丧气呢 这一期就翻身了你看 周伯兄 你这就是取笑我了啊 我可不敢贪天之功 这主意啊是办农出的 这个给王俊轩的来信 那是我编的 但是这个记者的回复 那可是办农写的 要说有功的话 那也是办农功劳最大 我也没说全是你的呀 你 我有不同的看法 咱们的新经年是学术刊物 是思想启蒙的答案 学术性是第一位 用办街头小报的办法 来办新青年 用这种低格调来说新文化 我看是自会常诚 胡诗志 你把话说清楚啊 我怎么就低格调了 至少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把攻击我的言论写进去了 这是侵犯人权 诗诗啊 这我用的 都是报纸上公开攻击你的言论 办农引用你反驳的话 也都是公开发表过的 这怎么能叫人身攻击呢 严重了吧 那你去这人该什么样 严重了 我觉得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很好 对呢 新鲜 活泼 有看透 就是 新文化 新事物 就需要新手段表达嘛 我的意思是 我们是很严肃的学术刊物 不能为了吸引眼球 就去搞这些未俗的东西 正副兄 哎呀 抱歉 抱歉 先生 抱歉啊 蔡先生 先生 让大家久等啊 正副兄啊 这一期的这个新青年杂志 办得好啊 尤其是这篇 父王进轩书 这写得很妙啊 把个王进轩活脱脱的 就写成了 复古顽固派的代言人 你看看 太好了 这么多错 我也写得挺好 是只 先生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是只这两天有点牙疼 牙疼啊 天热了容易上火 你得去看医生啊 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要人命 你得治啊 对呀 你得治啊 对 你得治啊 林先生所译的小说 还是半点文学意味也没有 何以呢 因为他所译的书 第一 是原稿选择的不经 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 也译了出来 而真正的好著作 却没有过问 第二 是谬误太多 把原本和一本对照 删的删 改的改 精神全失 面目 行了 别念了 什么王景逊 明明是在说我林书 我要反击 我绝不会拖面自干 这些人们 这中国几千年 观点 观点明确 最大观点 行行行 别也看了 明白 这是鼓吹众位 是吧 同学们晚上好啊 先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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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 今天晚上 我们读书会的议题是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赴王景逊书 对于这个议题呢 傅思念同学特别感兴趣 所以主动要求来参加 大家欢迎我 你傅思念不是黄侃先生的门生吗 怎么这改换门生啊 什么叫改换门庭啊 我只是来听听 这一段你给大伙介绍一下 往里穿穿 好 那么接下来 有请赵世言同学 给我们分析一下这部作品 这篇作品呢 主要是由一问一答两封信作成 据我所知啊 提问题的信 是由钱玄农教授编写的 他以读者王敬轩的名义 站在复古派的立场上 用激烈的语言 向新青年编辑部提出了八个问题 质问和攻击新文化运动 而刘半农教授 以新青年杂志记者的身份 编写《赴王敬轩书》 则以洋洋万字的篇幅 逐一驳斥了王敬轩的观点 比较全面系统地 阐述了新文化的立场 这两篇作品啊 可以说是新旧两种势力 在思想文化领域上的一场大论战 其论战的实质是中华文化 是复古还是创新 我要介绍这些些 大家讨论吧 我觉得吧 对于新文化运动 我们读书班所有的同学 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 对于这两封信的内容呢 咱们平常也很关注 多有讨论 是非很分明 所以我觉得咱们要做的吧 不应该是在这里 坐而论道地讨论 而是应该走出去 去宣传 去启发更多人的思想 众训 你说同学们的观点都一致 我看这事未必 不信你就先问问我旁边这位 黄侃先生的高足 我们北大学生会的主席 傅思年同学 郭行刚 你不要激我 我尊重黄侃先生的学问不假 但无碍无师 无更爱真理 我今天来这儿 就是想看看我们学生会 能为新文化做点什么 你要是这么说 能帮助新文化运动做点事 我还是很支持你的 那是当然了 我觉得啊 仲介雄说得很对 宣传群众 普及新文化知识 启蒙思想 是当务之急 咱们读书班 就应该在这方面 都做事情 这个富王靖宣书 不是个双簧戏吗 要不咱们把它演出来 怎么样 这个主意好 这个主意好 这双簧戏 是两个人演一个人的戏 富王靖宣书 是一分一答的形式 那就应该是活报剧 不管是双簧戏还是活报剧 形式都好 生动活报 形式都是 我们学生会支持 我们提供服装和场地 好 这不错啊 同学们 这样 我们就以读书班的名义 把这个活报剧排练出来 但是 在排练出来之前 这个事先都不要声张 仲介 实验 实验 你们两个人演过活报剧 那么就一个做导演 一个做编剧 演员又导演来听 大家都来参与 怎么样 好好好 咱排练完这个活报剧 去哪儿演啊 去天桥啊 那儿人可最多了 这样 你们先给他排练好 等到时候 我请新青年的编维 来看第一场 至于到哪儿演 咱们再商量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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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哥 你给我 你给我 让我试试 你低一点 来 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 我们有一个好消息 要向大家宣布 来 就过来 根据守长先生的安排 这次活报剧的排练和演出呢 由我和赵世言同学负责 我们俩做了一下小分工 我呢 负责改编剧本 而世言同学负责导演 大家不欢迎吗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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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就剧本做两点说明啊 第一 剧本呢改编自赴王靖宣书 现在剧名暂定为 《红楼终生》 第二 剧中有两个角色 一个就是这个王靖宣 原型人物是大翻译家林书 形象设计呢 我跟导演讨论了一下 决定用乌鸿鸣教授 另外一个角色就是 新青年的记者 人物原型是陈独秀学长 人物形象设计原型 我们决定用胡适教授 那么现在请誓言导演 来做一下导演阐述 大家欢迎 好 谢谢大家 那我重点说一下分工 咱们的演员分A B角共四人 记者 A角 陈延年 B角 邓仲夏 王靖宣的扮演者 A角柳梅 B角 郭新刚 别笑了 你们让我演什么 柳梅演王靖宣 女扮男装啊 没错 这两个A角可是我们经过 仔细地研究 才定下来的 你们怎么研究出来的 我觉得 让你演这个角色 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 什么含义啊 让我们演个老头 我不敢 你想想 从古至今 不管是演戏的 还是看戏的 多数都是男性 女性永远都是被排斥在 主流旅行之外的 而我们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是什么 是民主和自由 是所有民众的觉醒 这民众不单单包括男性 更有千千万万的女性 所以你来演这个角色 本身就是对王靖宣之流 一个巨大的讽刺 有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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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我一定会努力 演好这个王靖宣的 好 演员的安排没有意义了 我们就来说一下下一项 服装很重要 由傅思年同学负责 好 好 要求王靖宣的服装 参照顾鸿鸣 记者的服装参照胡适 记者的服装 我们可以直接向胡适教授借 这个王靖宣的服装怎么办 总不能向孤鸿鸣先生借吧 孤老先生的服装 前来也不能穿吧 这事我来办 我去西装店租 好 好 刀具组 罗张龙 刘海维 宣传组 罗嘉伦 白兰 场季 灯中夏 暴木 白兰 罗嘉伦 我 我呢 我呢 给你个任务 当一个好观众 那么食言同学的导演阐述做完了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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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呢 我也没有 好 各司其职 开始干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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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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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是 波兰府 波兰府谁做的 哥哥哥哥哥 还有你的风车呢 哥哥哥哥哥呢 也是哥哥做的 好嘛 这两个孩子很懂事 背堂诗背了多少手 是真 你看谁来了 姨妈 来了 嫂子非拉我来看戏 我 我不好推辞 早就该来 蔡先生 吴先生好 你好 我来不会给你丢脸吧 你是我胡适之的夫人 怎么会给我胡适之丢人呢 来来来 介绍一下 蔡元培蔡先生 吴助辉先生 蔡先生好 吴先生好 你好 两位先生 这是我的夫人江东秀 胡夫人 你可是个大名人哪 听说你把世之堵在牛车上 非要让他当众向你求婚 方肯进家门 不愧是女中豪杰 佩服我 你个无疯子 净说一些疯话 沐秀不用理他 那好好看戏 把这个沐口带戏 大川先生 你可放这里可以吧 排棋 排整棋就好 好 对棋啊 沐后同学都好了吧 好了 好了 好 蔡先生 祝福修 这边已经布置好了 可以入席了 好 好 吴兵修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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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还是先回去吧 冬秀 今天这第一步你已经算走出来了 往后这样的场合还多着呢 你打算都不跟我出来吗 我还是先回去吧 嗯 胡夫人 世智 冬秀 挽起手来 前行 走 好 冬秀 你看看 多热闹 今天是学生自己排演的活报剧 是 是 你看一下 精不精彩 是啊 是 是 是啊 是啊 好 好 谢谢 是 大招先生 大招先生 来 请坐这儿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红楼读书会 在北大学生会的支持下 利用课余时间 排了一幕活报剧 是根据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副王敬轩书改编子 ,今天呢 算是给新青年的各位编委们 做一个汇报 蔡先生和吴先生 是新青年的老作者了 也是新青年编外的编委 陈夫人和胡夫人 是特邀的观众 其实我要是知道胡夫人也来呀 我就把我们家那位叫来 开个眼界 欢迎胡夫人 好 话不多说 好 同学们 开始吧 像一根火柴在摩擦中燃烧 黑暗的夜空出现了光明 像一声嘹亮的号角 吹开了人的思想 自由翱翔的空间 新青年的呐喊 就是躁动于母腹之中 新生婴儿 自由地歌唱 红楼的曙光 就是点燃了天空中半朵 红霞的那根火柴 这声呐喊 招来了多少魏道士 横眉冷对的目光 这束曙光引导着多少斗士 勇敢地走向了战场 请看胡宝剧 《红楼终生》 杂魏喽 非常贴xi 开玩笑 474747 爍 摔 爍 刷 我乃王靖轩爷 曾东渡扶桑 学习法证 归国以后 见国内道德败坏 一落 千丈 青年学子动辄诋毁先生 灭气如书 唱家庭革命之邪说 殉至父子伦亡 夫妇道苦 凡此种种皆为心学所致 今日老夫就要去新青年里 痛斥他们一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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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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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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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劳夫抽带烟 舒坦舒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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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没有个能喘气的 有 谁呀 谁呀 看哥哥 我是新青年的一名记者 敢问老先生有何见教啊 贵看明曰新青年 礼当扶持大教 昌明盛道 然尔等却鼓吹心血 以狂吠之谈至记忆纲扫地 明教伦虚 贵看诸子 且由于青年之轮于一笛为卫族 便于使之为禽兽 不远呼 可笑 先生将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一切罪恶 完全归到本职所倡导的新文化上 实在是荒谬 我倒要问问 辛亥国变以前 扶持大教昌明盛道那套老曲子 已经唱了两千多年了 为什么会闹到朝政不刚 强陵虎世 国土沦丧的地步 这 国之不称 实乃西洋邪教所为 但贵看对西洋学说从不排斥 而等同人编辑 多为西教信徒 重阳媚外 不是为尔等本性 本职记者并非西教信徒 本职所信仰和倡导的 是陈独秀先生 竖起的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 用科学和民主的精神 提升我们的国民性 这难道就不是抵御外辱 振兴中华的 根本知道吗 对 而等提倡新学 流鼻甚多 特别是妇女 移入学堂 游戏知识新学之口头禅 予以贤母良器为不足学 以自由恋爱为正理 以再嫁施劫为当然 甚至 剪发剂 叶阁吕 高视阔步 天不及其 孔教三纲统治中国两千多年了 受害罪甚至莫过于是妇女 三从四德 男尊女卑 夫为七纲 饿死是小 失劫是大 女子无才便是德 等等这样的封建教条 像一张张血盆大口 无情地吞噬了妇女的尊严 情趣自由甚至是生命 造成了多少灭绝人寰的人间悲剧 请问 这样罪恶的封建礼教 难道就不应该被废除吗 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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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号称是贤德之士 却把这痴人的礼教奉入神明 请问 你的老母妻女答应了 台下在座的这些女学子们 能够答应吗 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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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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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听到台下的呼声了吗 听到这终于爆发的呐喊了吗 先生不愿舍弃就学本事先生的自由 记者无权干涉 但记者要奉劝先生一句 新学先生不喜 就学先生不惊 若先生在下十年的功夫 带新青年发行到第二十四卷之时 再与记者谈 放弃者能刮目相看 否则 记者就将不学无术 顽固胡闹八个字 赠予先生 生为考语 此座 慕名 生为考语 此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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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名 contaminated 此座慕名 此座慕名 可喜欢 此座慕名 heut